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成年生活的起跑线 这个阶段常常被视为人生的低谷期之一 因为许多年轻人会面临找工作 建立事业和确定自己的身份等重大决策 他们可能感到迷茫 焦虑和无助 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 然而 正是低谷期教会了他们 探索自我身份与成长 通过经历挫折和失落 他们开始反思自己的价值观和目标 重新定义自己的人生道路 他们学会了 如何勇敢地面对困难 坚持不懈追求自己的梦想 并在这一过程中发现了自己的潜力和价值 36至38岁的低谷期 失业发展的关键点 在36至38岁的年龄段 生肖期进入了失业发展的关键时期 他们可能已经在职场上有了一定的积累 但同时也可能面临着工作压力和竞争的挑战 这个阶段常常伴随着职业瓶颈 工作倦怠和生活平淡 使人产生焦虑和失落感 然而 正是低谷期教会了他们重新审视事业和生活的意义 通过面对挑战和困境 他们开始思考自己的职业规划和目标 并积极寻找变革的机会 他们学会了如何适应变化 开拓创新 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事业的突破和个人成长 49至51岁的低谷期 重新寻找人生意义 在49至51岁的年龄段 生肖期即将迎来中年期 这个阶段往往是一个人生转折点 一方面可能面对身体和精神上的变化 另一方面也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意义和价值 在低谷期 生肖期经历了许多人生的起伏和挑战 他们可能会重新审视自己的价值观和人生目标 寻找内心真正的渴望和追求 通过面对中年危机 他们更加珍惜时间 关注家庭和健康 并为未来的人生规划铺路 58至60岁的低谷期 晚年的在启航 在58至60岁的年龄段 生肖期进入了晚年生活的关键时刻 这个时候 他们可能已经退休或即将退休 开始享受晚年的安宁与自由 然而 正是低谷期教会了他们 重新激发人生的热情与动力 无论是通过旅行 学习新技能 还是参与社区志愿工作 生肖期都能够找到 晚年生活的新意义和价值 低谷期使他们认识到生命的宝贵 鼓励他们积极拥抱变化 并为晚年的在启航 打下坚实的基础 属鸡最不顺的三个年份 舍年 应对内外压力的挑战 舍年对于属鸡人来说 可能是一个相对较为困难的时期 舍年通常意味着变革和转折 对于属鸡人而言 他们可能会面临内部和外部的压力 内部压力主要来自于 对自己的高标准和追求完美的需求 属鸡人往往有强烈的责任感和自我要求 而舍年可能会让他们感到无法达到自己设定的目标 从而产生挫败感和失落感 外部压力则来自于竞争和环境的变化 舍年的特点是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变动 这对于属鸡人来说可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他们需要适应新的环境和情况 并找到自己在竞争中的优势和独特之处 然而 正是在舍年的低谷期 属鸡人有机会重新审视自己的目标和价值观 他们可以通过调整自己的期望和减轻对完美的追求 找到更加平衡和积极的生活方式 同时 他们也可以从竞争和变革中学习如何适应和成长 为未来的成功奠定基础 属年 面对挑战和取得突破 属年对于属鸡人而言 可能是一个重要的低谷期 属年通常被认为是新的开始和机遇的年份 但对于属鸡人来说 它也可能带来一些困境和挑战 属鸡人在属年可能会面临职业上的压力和不确定性 他们可能感到自己的事业发展无法与预期相匹配 或者感到自己在职场上陷入了瓶颈 这种困境可能导致他们产生挫败感和失望 甚至对自己的能力和价值产生怀疑 然而正是在属年的低谷期 属鸡人有机会重新审视自己的职业规划和目标 他们可以积极主动地寻求新的机会和发展方向 同时也可以思考如何提升自己的技能和能力 通过面对挑战并取得突破 他们将能够实现事业上的进步和个人成长 虎年 应对风险和改变的挑战 虎年对于属鸡人来说 可能是一个充满风险和改变的年份 虎年通常被认为是活力肆意和激情洋溢的年份 但对于属鸡人而言 它也可能带来一些困境和挑战 属鸡人在虎年可能会面临冒险和不确定性的选择 虎年往往意味着大胆行动和决策 而对于属鸡人来说 这可能与他们谨慎和保守的性格相冲突 他们需要克服内心的恐惧和犹豫 敢于冒险并接受新的挑战 虽然虎年的低谷期可能带来困境和不安 但它也是属鸡人发展勇气和追求激情的机会 通过面对风险和改变 他们可以拓宽自己的事业和经验 并发现自己内在的潜力和能力 这将为他们的未来打开更多的机遇和成功之门 生肖鸡的低谷期可能出现在不同的年龄段 包括23至25岁 36至38岁 49至51岁和58至60岁 这些低谷期给我们带来了诸多困境和挑战 让我们感到失落、焦虑和迷茫 然而 正是这些低谷期塑造了我们的性格 提升了我们的能力 并为未来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低谷期教会了我们面对挑战 适应变化 并发展出更强大的内在潜能 他们促使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目标和价值观 寻找更平衡和积极的生活方式 通过面对挫折和困境 我们学会了勇敢地面对困难 坚持不懈追求自己的梦想 因此 让我们不要害怕低谷期 而要将其视为改变命运的契机 它们可能是看似灰暗的时刻 但却是实现个人突破和成功的关键时刻 通过积极应对低谷期 我们能够发现内心的力量 并迈向更加充实和意义深远的人生旅程 当然